春节临近,防疫政策优化后,不少人选择返乡或旅行过年 因路途遥远携带不便,很多人便将宠物送去寄养 1月15日,记者走访了户上数家宠物店发现 春节寄养服务火速升温,寄养的价格也普遍上涨 部分豪华客房每日房价可达上千元 静安区江宁路某宠物店的寄养主管罗平告诉记者 尽管春节期间的寄养费用比平时贵了大约50% 客房也已经基本定满 店内推出的580元豪华客房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预定出去了 客人要从17号寄养到26号 VIP房间的话大概是一个月前就预定出去了 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对宠物的话呢,就当小孩子在养了 宽敞的空间,24小时摄像,适宜的温度,定时清洁 品牌猫爬架 罗平表示,580元的客房不仅硬件设施比较好 还会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如更长时间的陪玩等 这个房间平时的价格是882一天 过年时间是翻倍的 位于浦东新区嘉林路上的某宠物店店长欧小瑞表示 他开在市区的分店最贵的房间要888元 不过,普通房间的春节寄养价格一般在100到300元之间就够了 新十条以来,预约寄养的订单暴涨 每天都有十几个电话咨询预约 他有一位开宠物寄养酒店的朋友 在去年春节时只有一半的入住率 今年已经几乎住满了 寄养酒店有个400平方,应该有个150个房间 前天跟他去沟通已经订掉了130多间了 去年其实过年可能只订出去了一半 今年可能就是基本上就是还不够住 高价位源自高成本 欧小瑞称,春节涨价主要涨的是人工费 而且寄养猫狗不比存放物品 在饮食和生活上有很多要求 除了最基本的遛狗,陪猫,喂食,蝉食等 还包括喂药,擦眼睛,拍短视频 反馈给客户等各种服务 他会将宠物主人的要求记下并打印出来 贴在每个房间上,方便照顾 不是所有猫狗都能寄养 欧小瑞坦言,宠物送来时要和客户充分沟通 没有打拳三针的,没有疫苗本和去荣剧落 他都不会接受 一个是宠物自身的健康,另一个也是防止交叉感染 黄浦区陆家帮路的某宠物店店员张女士也提到 部分宠物换了环境后容易产生紧张 不吃东西等应激反应 他们会要求主人带上一些家里的物品 防止宠物应激 我们会要求他带自带碗 还有他的一些床垫 就是还有水那些都带上 我们会给他一个就是说 跟家一样的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上